咱们看一下黑人在路边摆的夜市 更像黑人流浪汉卖的东西 咱们看一下都有什么 很小的一个夜市 现在是下半时间 旧金山大约是不到七点吧 晚上 有些流浪汉现在在路边这样的 他们觉得很可怜 他们摆着一些鞋呀什么的 一些鞋 反正还有工具包包 反正主要是黑人 主要是黑人流浪汉 我估计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捡来的 或者从索山机构要来的 不知道 反正不太清楚 反正你看就是这样 也不好意思露他们的脸啊什么的 但是大体就有印象吧 这里头有耳机子什么的光盘 光盘是生活片 上面有裸体女人 所以美国这边街头公然卖这种 不穿衣服的女人的光盘 所以跟中国不太一样 中国就不太敢 中国一般装在黑塑料袋里 我记得在深圳的时候 是在地铁口或者是在天桥 或者在深圳东门那边 有一些小孩拿着黑色的塑料袋 然后卖这些光盘 这边公然的就摆在路边 这边卖的是什么 这边卖的是玩具 好像是 是什么呀 震荡器 这边还有卖刀的 地上摆着刀 摆着刀 然后这边 这边卖的是衣服 还有手机 二手的照相机 手机 鞋 大体就是这样 好恐怖 后边有狗叫 然后 包包 小型的画着 还书 很可怜 这就是美国 我不太敢在这边 太长的逗留 所以只能很快的 把这个情况录下来 供大家参考 这个小狗叫的 这个小狗很厉害呀 好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美国这边 有很多黑人 流浪汉他们的生活 也是很可怜的是吧 对大家有一个参考 所以说美国这边 很多人过的是 很苦的日子 不过 有一个酒吧老板说 那华人老板说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他们他说 可能也许这些人吸毒 或者他平时 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人帮他 或者他们本身 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 无论怎么样 都祝他们都 哎呀 早日结束这种 流浪的生活吧 嗯 好了 再见